过去的76天里 我们经历着同一场永生不忘 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 英雄断壁般的牺牲与拯救 我们感动 铭记 流泪 我们咬牙扛过 我们坚信 挺过至安时刻 便是光明 这一张 我们足足达了76天 反正我就是不能听那个白山的声音 听见就很 就想哭了一种感觉 轮斗起来了 武汉火了 一直就盼望着这边 这一刻 全世界在屏息等待 欲火重生 武汉归来 英雄武汉 好久不见 我们都很想你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战役故事特别节目 我是鸣记时刻的讲述人 林永健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今天临时 武汉正式解除 离汉通道管控 那些好久不见的生活 都要归来了 有这样一群 他们见证着武汉的归来 武汉市洪山分局 张家湾公安检查站站长 梁一峰 是执行 封城命令的亲历者 他和过来支援的 民警服刑等成员 组成了一道 坚实的城墙 24小时不间断地 驻守在武汉城南 今天 他见证了城门的开启 武汉天河机场 第一架复航的东航客机 MU2527 和等待了整整两个月的 武汉机组人员 这一天终于复工了 我们心怀感恩与感谢 感恩全部人民 对武汉的守望三处 感谢社会各界 对武汉的关心支持 以石牌武汉封城日记 而收获大量关注的博主林陈 今天 他再次走上街头 想带网友 去看看归来之后的武汉 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睡着 其实今天很多武汉人的 一个仪式感 就是去过早 吃一碗 久违的热干面 在封城直播中 哽咽着呐喊着 武汉快点好起来的 摄影记者 詹苏 今天 他最想做的事 就是再去一趟 青川桥 我的武汉 今天又开始跑车了 我的武汉终于好起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无数人 在见证着武汉归来的这一天 这其中 还有一个人 正走在归来武汉的路上 王国辉 他是河南省周口市 沈秋县田营村党支部书记 退伍军人 因为异地和疫情的原因 王国辉和远在武汉的家人 已经五个月没有相见 今天他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时间回到那月二十九 武汉宣布封城的当天 看到这个消息时 王国辉坐立南安 后来又听说 火神山医院正在连夜建设 他实在坐不住 武汉 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武汉复役十七年 我离头短然 到武汉去 这不是已是重谋 这真是满腔热血 医疗奇迹 我没有 卷腺 我没有 但是 我有说的 他说 我在部队 当的就是吹石员 我知道吃 是多么的重要 上千号人 集结到一起 如果说吃饭的问题 解决不了 是个很大的问题 明天一早 到蔬菜大棚里来摘菜 工资 三倍 王国辉 在村的微信群里 发了一条消息 大年三十早上 天蒙蒙亮 二十多人来到菜地 帮忙摘 装车 五吨新鲜蔬菜 却没有人 要一分钱 大伙说 你去武汉送菜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那就出点力吧 连续十个小时的奔袭后 王国辉 终于 到达目的地 和工人们一起 卸菜的时候 有人跟他说 沈求老兵 好样的 敬佩 从武汉回来后 有更多的人 找上了他 就这样 从第一趟的 单枪匹马 运了五吨菜 到二月二十三日 发动三辆卡车 为武汉还卫工人 送了三十吨蔬菜 再到三月一日 王国辉 带着十二名民兵 驾驶着十三辆 满满当当的卡车 送到了武汉的社区 但这三次出入武汉 王国辉 都没能见到妻子 和孩子 我还好久没见过 孩子老婆 他很想回家 但是天鹰村 三千多村民 还在等着他 送完菜后 王国辉 又带着村民们 投入到了 复工复产当中 现在 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了他 村里蔬菜的订单 也更多了 疫情过后 他要带着村民们 大干一场 当然 四月八号这一天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挑上几样 老婆孩子喜欢吃的菜 第一时间 回到武汉 回到他们的身边 像王国辉这样的老兵 很多 武汉城的归来背后 有他们的热血归来 从1月23日到4月8日 76天 武汉 湖北 中国 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 定会写进 人类历史的战役 更让我们坚信 今日承受的苦难 将成为来日的贵官 也让我们铭记 今日花开春暖 南望往昔 未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